政府不是我們的朋友 就連我們的這個民主 民選出來的政府都不值得被相信 我們選他們出來代表我們 但是他們總是認為他們是我們的王 他們是來控制我們的 這是最近發生在紐約的一件事情 在我講任何東西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新聞報導 警告他們說他已經被人搜尋了 去看了一天 他在幫忙把她的供應 發生在一個車站上 在915 Tuesday night 警告他們說 49-year-old man known for swiping people into the subway 然後就說他在女性上罷了 也在女性上罷了一位女性在49th Street 和7th Avenue 那是當時警察說 所謂的警察 拘捕了一槍 然後被射進入了 警察說說 他沒有被射手 但如果他還會有法律 唯一人能夠拘捕 在警察上是警察 警察在身上的警察 就是在自己的手上 是一個危險的情況 他們沒有辦法阻止任何超速 他們只有在等你超速了之後開你罰單而已 把這個觀點擴大到搶劫也是一樣的 那面對這起事件 我們的政府 我們紐約的公共交通安全的老大 給了這個樣子的回應 那他為什麼會這樣回應 第一個 他不想要承認警察只是一個後知後覺的部門 警察沒有能力也沒有義務要保護你的安全 你最需要警察的時候 警察通常都不在 那第二個 他不在乎你的安全 他在乎的是控制你的人身 如果他在乎你的安全的話 他就會公開道歉 甚至跟被搶的女子道歉 甚至表揚這位阻止搶劫的好薩瑪利亞人 阻止了他沒有能力阻止的搶劫案 而且呼籲所有的人 我們都應該要自己保護自己 我們應該要放更多的警察在紐約的地鐵 讓犯人知道 隨時都有執法人員盯著他們看 不可以為所欲為 但是沒有 他覺得 你保護別人幹嘛 你怎麼可以保護別人 別人要搶你 你就乖乖的被搶啊 不然你還應該幹嘛 你怎麼可以保護別人呢 好奇怪喔 It's so weird 說真的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我們不想再當受害者 而且我們不是受害者 遇到這樣的事情 政府唯一解決的方法就是 報警處理 但是警察永遠都不在當下 所以他們的回應就是 那你就聽從犯人的就好 你就服從就好了 你是基督徒嘛對不對 打你老婆的話 你就把你女兒也給他打 他如果對你女兒怎樣的話 你就把你的兒子也給他怎麼樣 和平之君嘛對不對 冤冤相報何時了 你就當一個受害者就好嘛對不對 忍耐就是基督的精髓啊 是當基督徒的特質啊 No 我們的政府無能 不代表我們也要無能 我們的政府腐敗 不代表說我們也要跟著腐敗 我們的政府助長罪犯 不代表我們應該要妥協 但是可悲的是 當我們保護我們自己 保護我們身邊的人 保護我們社區的時候 政府這個事後諸葛就會出現啊 政府會把我們當成是罪犯 儘管我們沒有做錯任何事 甚至我們幫助了其他的人 我們保護了其他的人 政府會把我們抓起來 然後把罪犯放在外面 繼續做監犯科 當好人變得被動 不敢挺身而出 幫助其他人的時候 壞人就會變得更囂張 因為他們知道 政府是站在他那邊的 他們做壞事是被政府允許的 而且阻止好人做任何的事情 政府想要你害怕 害怕到你什麼都不敢做 讓你的社區變得越來越爛 對,Jason,我們曾經談到 研究者們說 其實這女人在被射擊 當中有乘客人 他們明顯看到 事件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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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先我必須要說 槍不能亂拔出來 拔出來之後 就一定要非常有效率的使用 真實的生活不是跟電影一樣 阻止犯罪就是要真的阻止 對空鳴槍沒有任何的意義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還有什麼其他選擇嗎 這個男的 應該要突然給他來一個什麼 綁上他的 跆拳道黑帶三段的腰帶 然後截拳道中師的這個快拳 然後跟葉問一樣在那邊說 我要打10個 萬一歹徒有刀呢 萬一歹徒有槍呢 萬一歹徒不只一個呢 他應該無腦的攻擊歹徒 甚至到自己受傷嗎 或者是他應該一槍打死歹徒嗎 然後現在被謀殺罪起訴嗎 還是他應該聽從政府的 OK 繼續看他的報紙 繼續滑手機 讓那個女的被搶 被搶就被搶啦 幹我什麼事 然後其他的人在指著他說 你根本就不像個男人 OK 你們全車上沒有一個男人 一個女的被攻擊 為什麼沒有男人站出來 說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他該怎麼做 我只知道我大概會怎麼做 很明顯在紐約的地鐵是不安全的 整個紐約市都是不安全的 全世界好像每個人都知道 除了這些在上掌權的政客以外 他們會覺得說很安全 反正我們從來就沒有坐過地鐵 身邊也都有幾個 十幾個貼身保鏢跟護衛 除了你以外 沒有人會來救你 如果有人來救你的話 很抱歉 政府會把那個人當成罪犯 然後把他抓起來 是因為你的無能 所以太慘了一個好人 我們要知道的是 政府是來控制的 政府想要永遠的控制 OK 安全 環境 環保 教育這些都可以在談 除了控制以外 除了控制以外 其他的議題都只是來騙你的選票的 要你捐錢給他的競選基金 然後好讓他們可以投資在 更多控制你的生活上面 政府沒有義務也沒有責任 更沒有心情要來保護你 所以當他們又要用一個很爛的理由 來奪去你的槍枝的時候 你要記得就是 你不是軟弱的 你是剛強的 而且沒有人會來救你 再幫各位舉上另外一個例子 上個週末我們在北加 神機騎士發生了 OK 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們採訪到了家庭教育 家庭自學非常成功的一個教會 看到他們教會裡面的孩子 真的是ABC 中文比我還要好 好像中文比我好 沒有什麼好指責炫耀的 這個影片之後會再跟大家分享 但是 離我們當下不遠之處 舊金山也發生了神機 舊金山 骯髒 雜亂 性泛濫 流浪漢 滿地針頭 全世界的一個代表了 一個全美國曾經最美麗的城市 現在變成了索多瑪跟俄摩拉其中一個 然後我們的州長 Gavin Newsom 整個城市整理整理 整個城市突然改頭換面 現在變得一層不染 好乾淨 網路上好多使用前跟使用後的照片 你會看到說 哇哦 怎麼會這麼整齊 怎麼會這麼漂亮 流浪漢呢 地上的針頭呢 西族的喪屍呢 垃圾袋呢 那些睡袋還有帳篷呢 一個週末 怎麼就這麼心意更新而變化啊 因為 他們的神來了 習近平要光臨舊金山 很多人在問現在掌控美國的人到底是誰 是深層政府嗎 左派還是誰 這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答案了 清乾淨好像一個沒有救的地方 只需要一個中國共產黨的這個獨裁者 到那個地方就可以拯救那整個城市 San Francisco is in the spotlight for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nference City leaders are making sure the city shines Tourism is our business here in San Francisco and we need to focus on making sure that the tourist dollars still come back Caltrans repaving major roadways like the Harrison Street off-ramp from the I-80 BART doubling down by deep-cleaning their stations overnight more often The city had gotten a little bit dingy over time Scrubbing and power washing is happening all over the city Yeah the bottom my shoes look clean like It's noticeable how clear the streets look And how few homeless encampments there are on major thoroughfares Wow 城市變整潔了 市民也變開心了 其實Gavin Newsom一直以來都可以整頓救金山 但是為什麼要為了你整救救金山 你就跟一堆流浪漢 跟一堆被一堆流浪漢搶 一堆喪屍在你家的門口 打海洛因 吸食骨科檢 還有芬泰尼就好啦 你們這些市民 不要問國家可以幫你做什麼 要問你可以幫國家做什麼 你就去愛 然後呢 住在骯髒 治安差 到處都是毒品跟犯罪的地方 愛他們就好啦 這就是基督徒該做的事情嘛 那美國人天天都在這個樣子的情況下死亡 那這些大城市裡面被搶被攻擊 吸毒過量死掉 如果只是美國人死的話 那就算了 沒什麼關係 不需要做任何的改變 但是如果說我們要展現給我們的領導 我們的神 習大大看的話 那給我三天 我就可以把它搞定 給我幾天的時間 我就可以把這個城市弄得一層不染 漂漂亮亮 每天AI News在報導新聞 全部都是我們的政府 假裝不能解決的 教會假裝不能解決的 什麼邊境問題啊 很複雜啊 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解決的 OK 幾個政策就可以解決到這些東西 No 邊境的牆 根本就沒有任何的用處 根本就鎖不了 OK 只能治標不治本 邊境管理局那邊的這些執法人員 對那些非法移民 防不勝防啊 OK No 是可以做到的 大家還記得疫情的時候嗎 我們就成功的封鎖邊境了 把邊境關起來 不是嗎 不只是這個樣子 他們還成功的把所有美國人都關起來了 而且就一下子兩三天 一關關三年 現在我們美國在發生的事情 每個國家其實都在發生 道德敗壞 教育通貨膨脹 房價 全部都是很快可以解決的東西 政府如果要解決的話 很快就可以解決 只是他們不要解決 紐約之前的犯罪率 整個城市被義大利黑手黨控制 OK 但是Ruli Giuliani 當上的市長 馬上瞬間就解決了 原因是因為他在乎 一直以來都可以解決 犯罪問題 監獄問題 甚至我們的選舉制度 Election Integrity 他們馬上就可以找出問題所在 而且可以馬上解決 那他們為什麼沒有解決這些問題 為什麼洛杉磯 紐約 芝加哥還是一樣噁心 毒品氾濫 犯罪率爆表 打砸搶 不是因為在上掌權的人無能 是因為第一個 習近平沒有來 他們沒有必要做給這個 真正掌控美國民主黨的領導看 還有這些犯罪 毒品 教育 洗腦 是有目的的 是他們左派 刻意讓你活在垃圾堆裡的 民主黨怎麼這麼笨 怎麼這麼傻 怎麼這麼無能 其實沒有 如果他們想要做的話 一下就做好了 而且非常的有效率 那我今天想要講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是人 我們被造是有目的的 我們就是要來敬拜的 神給我們自由 讓我們選擇去敬拜誰 但是如果我們敬拜的不是神的話 我們就是會去敬拜一些其他的東西 我們就會盡心盡盡益的愛什麼東西 可能是金錢 可能是權利 可能是自己的父母 可能是自己的兒女 可能是我們的種族 可能是我們的政權 可能是川普 可能是以色列 可能是毒品 可能是酒精 可能是性愛 可能是環保 可能是民主 可能是自由 還有可能是 中國共產黨的習近平 在北加我們活動結束之後 跟了兩個人開了一個會 是關於選舉公正的 還有要怎麼去打2024選戰的會議 他們兩個準備了非常多非常棒的資料 等到我們整理好之後 我們會做一期節目 或是請他們兩個上節目 其中一位 據我所知他好像還不是基督徒 但是尊重基督教的信仰跟價值觀 他講了他兩個策略方向 第一個他發現了 民主黨在大量的培育他們的下一代 而且專門找這些LGBTQ的人 那些人 要他們在他們黨內掌權 未來可以在社會上面掌權選舉 他說這個是我們應該要學習的地方 第二個他說 加州的處境很危機 我們不應該只關注於基督徒的候選人身上 最重要的目標應該是要打破民主黨 在加州這個Supermajority 所以共和黨黨內這些RINO非基督徒的人 只要贏的機率大 我們就應該支持 道德跟價值觀應該放在一邊 打贏選舉 打破Supermajority之後再說 那不知道各位聽到這邊有沒有發現 這個兩個想法是完全衝突 而且彼此矛盾的 第一個是民主黨一直以來的目標 是在污染我們的下一代 讓我們的在上掌權者也變成一堆受害者 來創造出更多跟他們一樣的受害者 第二個則是共和黨一直以來的方向 OK 妥協 為了贏得選舉支持RINO也可以 這兩個矛盾的方向 其中一個是對的 就是我們應該要學民主黨 他們吸收LGBTQ 我們就應該大量的吸收基督徒 建造門徒 以基督的心為心的人 在黨內掌權 之後再到我們的政府裡面 代表我們 我們越妥協就會變得越來越沒有力量 就跟現在的共和黨一樣 就跟現在很多的教會一樣 當我們失去自己的時候 我們失去敬拜神的使命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敬拜其他的神 勝利贏得選舉 也有可能是我們的神 妥協贏得的勝利 可能沒辦法達到民主黨 還有可能會毀掉現在的共和黨 以及草根的基督徒凝聚的力量 所以我們要全力的支持基督徒的候選人 我們要了解我們地區的候選人 而且我們要全力的敬拜神 以及督促這些我們在國會 州議會的代表 也要敬拜神才可以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